下午点钟欢迎加入这一集一天时间点新闻 您好我是宇全璇 赶快来关心最新讯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70.6公里处 在下午1点左右发生了沙石车 拖板车以及两辆小货车四辆车相撞的连环车祸 目前的姚妹分举进派出了警力到现场来指挥交通 那么现场情况把时间交给记者刘晨熙 好 再来看到的是台南市一名十个月大的小女婴 在家里面不小心摔伤了 脸部着地鲜血直楼 家长开车带着她前往医院 但是刚好碰上了下雨塞车 这时候刚好经过派出所 于是请远景来帮忙开道 及时将女婴给送医 有一说女婴的爸爸是一名寿司职人 事后亲手做了两架盒的寿司 送到派出所来向远景感谢 谁问焦点要带您关心是宜兰发生了一起人伦悲剧 事情发现在凌晨一点多头城的五营地区 这是一起杀妻案件 年月46岁的王姓大陆籍的妻子 被年长约20岁左右的女性丈夫 迟到来砍杀 身上有多达10个刀伤送一集就 还是伤众不治 警方已经带回了女性男子 正在全力的侦办 为什么会杀害妻子的原因 详细的状况把时间交给记者 赶快来带您关心是台风的最新状况 其实今天早上8点左右 立起码台风增强为中台 原本新疆局预计中午过后要发布海上警报 但是它的移动速度由减缓下来 海上警报是延后发布了 但是要看到就是北部沿海渔港的防台作业已经开始了 详细的上场资讯把时间交给记者郑一平 好 再来看到为了因应立起码台风来袭的关系 台北市的水利处 在下午的时候启动了河滨的撤离工作 出动了大型吊车来调离了福桶 还有影桥等等的河滨设施 好 现场什么样的最新情况呢 赶快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撑入去 说到台风的最新动态呢 其实这个立起码台风在早上的时候已经增长为中台了 现场职业表示在下午5点半左右会发布海警 关于这个台风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把时间交给泳英 好 我们说到立起码台风呢 其实它的移动速度真的是蛮慢的 原本呢 还有15公里 可是现在减速成为14公里了 这样子预估呢 其实以它的移动速度看起来的话呢 会延迟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因此路上台风警报 有没有可能发布呢 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估计呢 也会往后推大概12个小时 我们现在看到呢 立起码台风的最新动态 这个台风啊 其实还在不断的吸水气哦 甚至还在不断的壮大 它的台风眼还在不断的整合 你看到这张路径图呢 它的七级暴风圈半径 已经来到220公里了 气象局说 不排除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呢 它整个会变得更加的宽 而且云气会更加的扎实 有机会升级成为一个 七级暴风圈半径 来到250公里的 中台上线的台风 所以威力还是有的 就算它的中心呢 到时候像这一张气象局的 路径图这边 来到了这北部外海之后会转弯 可是呢 暴风圈还是会笼罩出 大半个台湾中部以北地区 还有宜兰呢 其实都还是蛮有感的 风雨越来感觉 就算现在外投出太阳 可是呢 越晚雨是会更加的明显 你看到台风近中心风速 来到每秒38公尺 增强了 有机会来到每秒40到43公尺 换句话说呢 它还在不断的壮大 因为台湾附近的海温 还有包括垂直风切 有利于它的发展 所以届时它会呈现出一个 中台的饱和一个极致的状况 影响台湾 所以就算中心不登陆呢 就算是轻轻地擦过台湾 还是有机会带来非常大的浴室 还有风势 我们再来聚焦是色调强化图 你看到呢 整个台风的云系 都还在不断地整合 甚至你发现呢 其实呢 颜色色块比较鲜明的 就是水气比较多的 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 这些雷雨包呢 基本上到时候靠近台湾 一波一波地进来的时候呢 你就很明显感受到 外围环流水气带进来的影响 特别是雷雨包移到哪里 这水气呢 还有这雨势呢 就会移动到哪里 因此呢 整个台风呢 这威力其实还是蛮强的哦 再者呢 下雨的整个状态 还有顺序呢 基本上北台湾一定会先影响 然后呢 是东台湾 接下西半部地区 还有再者是中南部 中南部会晚一点点 可是随后的西南风一上来 届时呢 还会再下个两三天时间 我们再来进一步地看到 其实台风暴风圈笼罩的几率 到底有多高啊 比方说大家比较担心 到底会不会直接登陆呢 目前其实路径还在不断的往北 还有往东修正 也就是说呢 中心逐渐在远离 因此呢 根据呢 其实各个国家的推测 这中心呢 最有机会的 其实就是掠过外海 然后直接转弯 可是转弯的过程 其实会比较慢一些 所以导致影响台湾的时程呢 可能会再拉长一点点 我们这张气象局 最新的图当中呢 截录了其实每个地区呢 可能会受到暴风圈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 比方说北台湾还有宜兰 都有70%左右的几率 是涵盖在整个暴风圈当中的 陶珠苗这边还有台中啊 以及苗栗这些地方呢 则是大概呢 也有40到50这样的一个几率 有机会呢 也是会涵盖在暴风圈的影响范围当中 中南部呢 相对好一点点 但总而言之呢 整个台湾还是要注意了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 说这中心到底会距离我们有多近 如果再近一点点 暴风圈涵盖的范围就会再更大 但是如果呢 又再比较冬秀一些些的话呢 中心慢慢远离 也有机会呢 只是路过台湾 风雨就不会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大 四张定浪降雨分布图当中呢 我们看到 哪些地方的雨漆会逐渐开始明朗 比方说现在呢 北台湾这雨是一阵一阵的下 因为呢 外围还了云系 也是一阵一阵的飘进来 所以呢 有时候还是会看到阳光 有空档 可是越晚呢 空档就要拜拜了 因为北台湾的雨会开始累加 现在一整天日累积雨量呢 来到了四五十毫米左右 十雨量大概是十毫米左右 但是还会不断的继续往上加上去 越晚的时候呢 其实不只是北台湾哦 中南部这边呢 其实也会出现一些 不定时的软站证据 比方说这一回影响最危险 住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 你看这样的一个色块 基本上都是红到发紫的 这样红又橘色 换句话说呢 颜色比较深 也就是呢 到时候雨量会比较可观跟惊人的 所以无论如何呢 现在呢还算是一个小小的空档 这个台风在礼拜四的晚上 到礼拜五的白天 这段时间是最最最靠近台湾 到底中心会呈现出一个擦边球 还是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登陆台呢 现在依旧是有变数 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气象单元 感谢友音为我们带来的最新资讯 请大家多多小心台风 真的是马上就要来袭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欢迎朋友新闻先生 好 接下来继续战的关心 是香港这边的最新情况 好 因为这个香港的逃犯修例的问题 争议还是没有平息 就要来看到警民冲突持续上演 这回是香港近大随身会的会长方仲贤 在昨天晚上他来到了深水部这边的 压寮街买雷射笔 好 竟然遭到了多名的便衣远警 以涉嫌藏有攻击性的武器为理由 当街拘捕他 这过程当中一次还遭到远警 来掐住他的颈部 引发了身体不舒服 咳嗽 气喘 送医 让民众感到相当不满 那密上敢言批评实践的演员黄秋生 也在脸书痛批 好 他怎么说呢 他说警察这个刑警就像是杀人一样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次的事情 就是刚才看到这位学生会的会长 他去买这个所谓的关心笔 但是却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击性的武器给拘捕了 好 今天警方出来开了一场记者会 他们现场拿出了这个雷射枪来示范一下 到底威力有多大 好 以这个笔射上报纸大概10秒钟的时间 然后报纸出现了焦黑破洞 好 警方就强调了 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有不少的远警 都是因为这样的雷射枪 而眼睛受到了伤害 还引述了专家的说法 说这个雷射光可以导致永久失明 而且说当时这个学生他买的并不是口中说的雷射笔 而是买的是雷射枪 好 现在双方说法是都不拢了 好 继续来看到这是国务院的港澳事务办公室 跟中联办在礼拜三在深圳呢 要举行座谈会 那么港澳办的主任张晓明 在开场的时候发言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搜利风波已经持续了60天左右了 形容香港正面临了最严峻的局面 好 到底还说了些什么呢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王孟琪 好 各位观众我们插播最新的讯息了 在今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新北市三重发生了一起命案 这是一名15岁的周姓青年 他借助阿姨家 但是依次不断的吵闹 阿姨要求侄子 要求他在充满水的浴缸里面跪着反省 但是事后一打开门才发现 他已经不幸溺斃了 宋姨抢救不治 目前这名阿姨被依照过失致死罪 来移送地检署监办 这是我们所收到的最新讯息 好 来关心这次政治话题了 最近有留言传出 我国驻日大使谢长廷的儿子 谢维州亲身住院 好 谢长廷就驳斥 这是一个假消息 表示儿子因为正途不顺遂 自认不适应政坛 便隐心埋名 想要低调过生活 好 又有周刊在今天报道说 谢长廷父子两个人 在去年底深谈过后 已经终止了收养关系 谢维州改从生母的姓 改姓张 好 摆脱了正二代的身份 如今在物流公司 当起有了普通上班族 好 另外来关心 其实中国国家电影局 在今天宣布暂停中国的影片 跟人员参加 今年第56届的台北金马奖 成了时尚头一遭 随着认为说 一方面北京当局不满说 最近香港内乱 认为是台湾跟美国 在背后干扰所导致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台湾 在明年即将要选举了 有一些政治因素 又扩充内地影视影响力的考量 包括今年中国的金鸡百花奖 跟金马奖撞齐了 因此要求这些中国演员 出席金鸡百花奖 不要来台湾的金马奖 政治焦点 但您关心 这是有周刊报导说 台北市长柯文哲 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两个人在8月1号 已经悄悄见面密会了 柯文哲拿出了内部民调 给郭台铭来参考 说两个人如果合作就有胜算 还提出了不分区立委名单 说双方可以各提一半 柯文哲没有正面的回应 扫说这是典型的政治科幻小说 内容是三分针七分钾 至于说台湾民众党允许双重党籍 传出有国民党员 已经遭到党内开闸 柯文哲扫说这显示 这是蓝绿两党的兴奏 洒扫目光短浅 新北市政府积极致力于空气污染防治 不止悬浮维力浓度已经非常接近了环保署空气品质标准 还将完成煤燃气电供生机组退场目标 预计112年起将是无燃煤工业 真正迈向无眉城市 北头出现一名彩卷大道 台风动态带你来看到气商局的最新说法 今天下午5点钟的中心位置 已经来到了台北的东南东方 大约73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预测未来它会以每一小时 大概15公里的速度朝向西北来移动 方向大概是主要是针对台湾东北部海面 这一带来前进 所以未来以这样的速度方向来推估的话 其实从8号下半天一直到9号这段时间 是这个台风距离台湾最近 也是影响台湾相对是比较显著的时段 那有几个重点可能要跟大家来做说明 那有关于未来它的强度的部分 我们知道利吉马台风 它目前在台北的东南东方这个位置 它未来向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的时候 这段过程当中其实它一直会处在 这个海温相对是比较高 而且垂直风切是比较弱的环境上 所以它的强度未来会持续的有增强的趋势 而且包风半径也有略为扩大的这种机会 另外有一点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利吉马台风呢 它是处在一个相对的大低压带里面 它的西边有一个南海的低压系统 东边有克洛沙台风 所以就水气来讲的话 利吉马台风它未来影响台湾地区 应该会比较充足的水气来影响台湾地区 但是就它的未来的移动的方向来看的话 既然是一个大低压带 其实它的导引气流相对就比较复杂 所以在行进未来东北部海面这段过程当中 它的路径有可能有稍微微调的机会 不过基本上纵观所有资料 它朝向台湾东北部海边移动机率相对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要提醒大家注意 这个台风既然在8号的下半天 一直到9号这一整天 对台湾地区影响会比较大 特别要提醒在8号这一天台湾地区的北部 东北部地区可能要注意 于是就会越来越明显 夜晚这种情况也会整个风雨状况都会比较越来越大 到9号这一天的话相对离台湾附近的影响就相当大了 所以除了原来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之外 这雨势也会向中南部来拓展 所以在9号这一天台湾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 应该要慎防强风豪雨这种状况 那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 可能民众开始要做好防彩的准备 另外就是海边的民众也要注意 开始有一些长浪出现这种情形 风浪也会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 风浪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也会逐渐增强 明天8号下半天一直到9号 是这台风影响我们比较明显的事案 提醒大家尽早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 好的确就立起码台风真的是步步进逼了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六这段时间 请大家不要掉雨清新了 要做好防台作业 好再来看到呢这是在昨天晚上高雄的柴山 附近的海域出现了水龙卷的奇景 目前民众嘖嘖吹起赶快把景象给拍下来 好详细的积蓄连线给记者张可伦 好详细的积蓄连线给订阅